终究放心不下的河洛洛带领着剩下的几人去寻找 在这里,他们接近了山上的矿坑 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线索 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却失踪了 要不然,我们跟过去看看 去干什么?表扬他们脱队的精神吗? 我这不是看你着急担心吗? 我?你看错了 外面好冷啊 没有看到他们的人影,大概还没往回走 几点了外面 十点多了 李莫打个电话给他们 能打早打了 你看今天云这么厚 早上开始信号就一直时有时无的 希望今天不会下雨 也不知道他们带伞了没有 只剩下雨还好 我比较担心他们真的逼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你说他们好奇心怎么这么旺盛了 都说那里不吉利 非得去探个究竟 人为财死,鸟为食王呗 都怪我不好 都怪我不好 洛洛 我们真的不去找他们吗? 现在没信号 万一有啥 就 就他们这么批 鬼看了都要绕倒 你们看 外面下雪了 哇 真的下雪了 天气预报有说过 今天会下雪吗 洛洛 你要去哪儿 能去哪儿 下雪了 带双三找他们去啊 走 走 走不动了 今天比昨天还难走 露露 看到他们了吗? 不行 完全看不到 而且天色变暗了 这才中午啊 大概是下雪的关系吧 而且昨天的脚印都被冻住了 根本分不清 哪些是昨天留下的 哪些是今天呢 都说了不要去不要去了 那些讨厌的家伙 你先别着急 我们顺着鸟轨走 一定会看到他们的 只能这样了 这 我们到分岔口了 该往哪里走 他们有留下记号吗 我去找找 没有 方诚睿 孙一航 张一文 你们听到了吗 听到请回答 骆骆 没关系的 没关系 我们去找他们吧 左边是通宝河那边的 他们可能会去那里了 那我们走 那右边呢 右边 你们也看到了 应该是山上 怎么了 骆骆 不如我们缤分两路 赤叶 你跟雷莫走 不行 我也反对 骆骆 你这个时候 在想什么呢 我能想什么 你想什么 都写在脸上了 那我听你说 他们要是遇到危险了 就是社长的责任 对了吗 所以 即便自己有事 也不能让他们出事 我猜都对不对 我只想 快点找到他们 骆骆 你真的很不擅长说谎 真的很不擅长 那现在还有别的更快的办法吗 所以你要让我们俩答应 让你去涉险 好人都让你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别扣过来 迟疑在边上呢 迟疑也过来 哦 来 骆骆 把手放到我们肩膀上来 这样勾着 有没有发现 我们肩膀很空 你再摸摸 我们肩膀 和你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要总是把所有事情 揽在自己身上 咱们早就约定好了 未来一起扛 好暖祸 好 我明白了 那么我们往哪儿走啊 要不走山那边吧 那里高 站在上面 找他们会更快一些 徐叶 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行 可是林沫 不是说 那里有眼人坟吗 会不会遇到什么 那我们更需要去那边了 如果他们三个 不怕死犯了傻 我们总要去帮他们吧 嗯 那 那好吧 我们走 林沫 你鞋带掉了 哦 谢谢啊 哎呀 这个鞋带老是会开 哇 洛洛 你摸我头干嘛呀 是豪愣啊 摸完就走啊 正不干脆 终于到了 等我找到那三个兔崽子 我一定折磨死他们 我去那边 林沫 你去那边看看 有什么线索 池叶 你眼睛大 去山上看看 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 我想 我们不如一起进去吧 怎么了 那里 在铁丝网的中央 开着两扇巨大而破烂的木门 铁轨穿个木门进去了 在轨道两旁 稀稀拉拉的树立着一些木屋 也烂得不成样子了 没有一丝人迹在里面 是挺唬人的 走 进去看看 林沫 我忽然想起来 要不 我在这里放风 咱们留下一个希望的火种啊 没关系 放心吧 走 小心点 这里的房子 已经被租到不行了 铁轨 修到这里 是为了干嘛 我也不知道 这里这么多房子 不是运人就是运货 这里之前真的是矿场呢 林沫 不是说 另一个方向就是河边吗 或许真的是为了把矿石 运到河边的码头 也说不定 说到另一边的运河 我有没有给你们讲过 另一个鬼故事啊 还有另一个 你确定要在这里 诸位前辈的面前讲 我忽然有些后悔 来这次合缩了 我是帮你们采办 日常生活用品的时候 听那里的买菜大妈说 而她也是听她的姥姥说的 当年那个码头还没有荒废掉 但是除了也许运送货物之外 还需要负责运送一些 打仗死掉的人 久而久之 就沾上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据说每次到起务的时候 就会有人看见 原本空荡荡的码头上 会出现一丝丝的船来 像是忽然出现在水面上的一样 然后谁都不打理 直接开走 后来偶尔会有人划着小船 想看看明白 结果 再也没有回来了 据说 那个就是三途川的船 也就是明河的船 专载死人 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 那边已经荒废很久了 我也没有去过 但是 神奇的是 即便到现在 偶尔空无一窝的水面上 会出现什么船桨啊 木板什么的 好像是要证明自己存在过的那样 假的假的 全部都是骗人的 你那整人的个性 啥时候能开开啊 看吧 吃一下的 你觉得我是杀鞭的 你说呢 十一怎么又跑回来了 前面 前面是野人坟 这个就是野人坟的 好像也没有享受中的那么吓人吧 上面还长着杂草 看样子 奔倒了很久了 万幸啊 你们都不怕吗 你们不怕 会拖走吗 贾一文 孙一航 方成瑞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你 你要吓死我啊 喂 大概不在这里了 迟也 洛洛 我们分开 看看能不能在这里看到山下的情况 啊 那 我和洛洛一舵 展一文 孙一航 封省睿 你们听到吗 你们到底在哪儿 这个 是什么 金色的勺子 不会 是金子做的吧 十一 我那边没有 你那边有发现吗 洛洛 快来 你快看这个 是金子吗 不是 太轻了 估计是镀上去的 你看 底部都掉色了 好吧 我还以为 发现宝藏了呢 看来 没什么用 喂 林沫 你那边有发现吗 林沫 好像 有点不对 林沫 你听到了吗 林沫 回答我们 洛洛 林沫 不会 真的被野人分 拖走了吧 未完 待续 在这边 我一边 我应该 我 你 我 感谢观看